郭文貴議員 延商的議題有兩項 第一項是 延商邀請 新任行政院院長 至 本院進行施政方針報告 相關事宜 這個是時代力量黨團的一個提議 那麼第二 就是我們要延商 第九屆 第七會起開日 的一個相關事宜 那麼這兩項 都在下個月 我們就陸續要開始 所以 我們就 先進行第一項 邀請 新任行政院長 至本院進行施政方針的報告 這一個議題 先來 請各黨團表示意見 那麼我們現在 要不要請提案的 時代力量黨團 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我想 時代力量會 提這個協商案 主要是根據立法院職權新法第十六條 裡面規定第三項規定 新任行政院長應於就職後兩週內 向立法院提出實政方針之報告 並於報告日三日前 將書面送至全體立法委員 我要提這是法律 明文規定 兩週內 那 我們書院長 禮拜一的時候交接 而且離過年 年假之前 其實有充裕的時間 也符合這兩週的要求 所以 我想這很自然喔 老實說 這不應該是時代力量黨團 我們黨團的立場 這應該是我們立法院的立場 因為這是立法院職權行司法 兩週也非常明確的規定 就好像變成是我們的主張 我要講這是法律啊 這個法律定之前 時代力量還沒有成立啊 所以我們也有充分的時間 而且最近發生非常多的事 大家也想知道說行政部門到底因應如何 怎麼看 比如說 這個我們主席其實也在提 希望能把關於最近虐兒的事情 這個蘇貞昌院長其實今天有發言 他說這叫人神共憤 天地不容 法務部長說有啊 他9月就已經把案子送進來了 那時代力量12月有案子 其實我知道親民黨也有相關的案子 所以是不是 一方面 符合法律的規定 兩週內請院長來做實證報告 一方面剛好也在過年前 是不是能有個臨時會把這個相關兒哨 防止虐兒的事情 請行政部門來做一個討論 我們行政部門跟各黨團也有版本 一個禮拜就在過年前把相關的修法完成 那是不是能讓台灣民眾在過年前 能安心 否則現在情況是 法律好像沒有用耶 民眾自己在自力救濟啊 大家在講說是要司法正義 這是對立法院一個最大的諷刺啊 如果最後 人民都要靠自己的力量 去制裁的話 我們定這個法律 我們立法院存在意義是什麼 所以這邊懇請 各個黨團支持 我當然知道 實在地上只有五個人 沒辦法連署開連職會 所以有委員說你們去連署啊 所以我意思是說 這不是我們的事情 第一個 院長兩週內要來做報告 這是法律的規定 不是誰發明的 而且時間也允許 年假之前的確有兩週的時間他可以來做 院長也沒有說他不願意來 他在 實在地上黨團 拜會的時候我也跟他報告說 我們會 協償出個時間請院長來做報告 我也沒看到他反對啊 再來 目前又發生這些事情 我相信行政部門也想要有作為 我覺得立法院不能 懈怠啦 開會是立法委員的職責 遇到這些重大的事情 修法因應 是我們的 工作 那我還是要呼籲 就是說時間絕對來得及 我當然知道有其他黨團提說 過完年啊開議之後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院長要出國 開日期可能會弄到 月底 再加上一個月的施政報告 總質詢 真正能修法 搞不好已經到四五月了 所以真的沒必要 我們在 我們在 這個月 就立年前可以完成的事情拖到那時候 所以我這邊也懇請各黨團能支持 請各位 今天要談清楚就是說 我們今天發的通知是 第一個有關於 行政院長來立委員報告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有關於開日 那現在當然有點到 這個有關於內童 法例案的問題 那 目前為止啊 你的 台北通知協商通知只有兩樣 沒有第三樣 那 道理說也沒關係 這個可以一起再談 沒有人 沒有人有 有那個提案 第一個 有關於剛才行政院發言的 這個發言 我要講清楚 沒有錯 這是 立委員的事情 也不是有實在一樣的事情 也不是說你實際上 實際上的要求 我們都好像都要閃避 沒有這回事情 也沒有所謂的 你剛才講 司務院長不來立委員的事情 對不對 你剛才就這樣講 他沒有說不來 但是1月14號他上任 你1月14號臉書就開始修理啊 何必這樣呢 你說他是 是三朵內閣啊 我念給你聽好不好 司務院長老司機上路 就是不願意到立委員報告 他沒有 沒有講過這句話 我不是1月14號 1月14號 1月14號 2、3天前臉書就開始寫了 1月14號的臉書 這也很清楚啦 我告訴你 沒關係 你炒話沒關係 我們要不要講一下 你黨三立場 這樣子啦 我才開始講話等一下 好啦好啦我來 讓柯委員講話講完 我再請你講 你要插話也沒有關係 你們不要插話 我們都不要插話 那開始我們都是立法委員 我們還是照議程 議事規則來啦 來 立法院開不開臨時會 絕對是大家的事情 當然不是 只有實在一樣的事情 也是我們 和國民黨所有黨團 新黨黨團 一樣大家一樣的事情 這是立法院 第一個原則確定 要不要開臨時會 可以討論 第二個 第三個 那既然你剛才講說 蘇院長也沒有說他不來 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 1月14號 蘇院長剛剛上任第一天 笑1點14分 你就發臉書 說 那個是那個 閃倒內閣 我那天也聽好不好 大家齁 容許 明年人在看待事情 我們現在理性來討論 也不要說要奧人齁 然後你趕快講議題 然後再 再修理人家 全部要理性來談 老司機上路 就是不願意到立法院來報告 你台頭就這樣寫 1月14號 1月14號 下午1點14分 他又不說他不來 這個問題 陳議員長很坦白 你還沒想到以前 大家都心裡有想 這個要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面對這個問題 剛剛當然要來朝議長 大家好好討論 我們不會閃躲 然後你不需要這樣想說 民進黨不要拿 拿要出國考察 後果選區 回去拼選區為藉口 你 我們沒有講過半句話 然後你還講 還修理國民黨 說不要跟著民進黨比蛋的 這是什麼 然後這樣 假如不開會的話 薪水要吐出來 這是你的臉書喔 最後一句啊 別讓 閃躲內閣成 砸了鍋 欸 夜14 人家剛才9年搞得完畢 完畢 他站上去機場 你的臉書這樣發表 你看看 你的臉書底下 全部被灌爆 所以我跟妳講說 大家在這裡這麼久 我是覺得很遺憾 為什麼立法院老師 老師會發生這種事情 你實在一樣 老師在做秀說歌 然後忽辱別人的事情 從來蘇院長到現在 目前沒有講過一句話 即便他去拜訪各黨團 你拜訪實在一樣的話 你問他 他也是會說尊重立法院 這是 這東西這樣嘛 然後你1月14號就開始 出民進黨眉頭 這個當然我們 我絕對看不下去了 我也不會認同你這個事情 難怪你臉書會關報 這個來講完 然後我們好好來討論 好 行政黨 另外 另外之前巡視法規定 16條規定 有三款 對不對 第一款是到2月1號的時候 2月底以前的報導 要來備詢 9月1號的那個會期 就9月底以前來備詢 第三款當然就是說 任命行政院長的時候 兩個禮拜來備詢 那過去這個案例在地上太多了 因為應該分為三個樣態來看待 第一個 520 520的時候 和總統說任命新的行政院長 絕對都是兩個禮拜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比如說唐揮交給張進雄 東天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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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都是兩個禮拜 這樣沒有出去 都是兩個禮拜 那第三個樣態 剛好在立法院修位的時候 的情形 那立法院修位的情形 過去當然有發生過 尤其 尤其當行政院長 謝長廷當行政院長 包括蘇貞昌 當行政院長那一次 然後陳蔥 然後蘇貞昌 這些都在立法院修位的時候 剛好就是二月份這個時候 一月份二月份這個時候 所以分為三個樣態 前面兩個樣態 絕對就是照兩個禮拜來 所以這個執行政院長 在修位的時候呢 修位的時候坦白講的話 就是 沒有為了這個在開臨時位 過去都是這樣 就是說 二月一號 以後他一起 報到以後 開業以後他一起報告 因為那時間 中間有修位 有 容積過年的問題 所以過去五個案例 包括蘇貞昌在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的時候 當行政院長 蔡總統當副院長那一次 他是一月二十五號任命 一月二十五號任命 那時候就完了 然後二月二十一號 二月二十一號 才報告 也就是說 這些都是過去有案例 今天 我要講清楚 蘇貞昌長 絕對不會回避 立法委員應該叫他來 他一定尊重立法委員 他是立法委員出身的 這些都是有官力來處理的 所以有關於修位的時候 就是用第一款 不是用第三款的 這都很清楚 那今天 我們要談的就是說 這三個事情應該並開來談 假如說 應該順便來談一談 就是說 什麼時候開議 也許開議時間 大家可以提早一點 沒有關係 這個都可以談的 但他當然 很希望 包括各黨都很期待說 蘇貞昌長來了以後 然後他的私政方針是怎麼樣 他的理念怎麼樣 他的 他的最更大政方針的 看法是怎樣 我想 在A黨 某刀厚厚厚 想問他 他也很樂意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要從這個原則案例上來看待 這個是 第一個我表示的看法 修位的時候 一環過去有案例 而且都是引用第一款 都引用第一款 今天不是說我發明的 大家都可以查 自己查 假如說零就是兩個禮拜 中間飯也是兩個禮拜 這個東西 那我們現在回頭來說 要不要為了這個開一個臨時會 來一個台湾會 然後 在 在 在台湾會 在程序委員 在執政院長 在做報告 有需要如此嗎 還是在消費區 我們早點開議 我們就把這個事情 也差不多 那一兩個禮拜的時間 這是大家可以討論的 好 回頭過來的第三個議題 雖然在今天 那今天 沒有所謂的內同問題嘛 那今天既然有點到 我們一起來看 看待也沒有關係 有關於內同的問題 是修行法286 那 內同問題在 立法院有幾個版本 十六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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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中間我們還要看到 另一個法案 叫 兒少法 兒少法那邊也有 配套在修 那邊有十四個版本 可是這些版本在立法院有多久 至少超過一年 有的超過一年 好 那 陳明文的最早 在第四階 第四會期就出 聽出來 實在一樣是 上個月才提出來 十二月的時候提出來 所以大家看待 你歡迎 這個內容 內容事件 包括那時候 政決事件的時候 機長的事件的時候 那一齁 大家修 修的擺設 兒少法 十四個版本 修行法 總共有十六個版本 好物部的版本什麼時候送進來 好物部的版本在 去年七月份就進來了 當然他的行法修正有很多 一包的很多 包括 包括有關你內桶都有 那現在所有修的都是修內桶 大同小異 大同小異 這行度增加 當然也有死刑的 這行度增加 那實在一樣在就是說 第一項的時候 你們本來是五年以下 你把 你實在一樣把它改為 有內桶事件 把一上七下 好 那 接下來 重傷 致死 都 每一黨都差不多 都是超保護的版本比較多 好 所以今天我們要看待就是說 大家 現在什麼事件發生 我現在就 快點 開臨時會 各位也不去檢討一下 這麼將近一年多的時間 這麼多版本擺在立法院裡面 大家都共同有責任 好 那我認為 我認為就是說 我們要面對所有的 你剛才說立法院的責任 立法院 我們大家想一想 你也在這場議裡面 大家什麼時候沒有想到說趕快去處理 前面在 在十一份 十一份 十一份提出來的 先前比十一份提 更早提一大堆 都沒有處理 好 然後要處理的話 我們立委 現在是最優先 因為這個 因為還要從事並刊 並刊 還有刑法 那當然 現在在這種 這種行情底下 極度的是 王毅遠的版本是 實行 當然有無期徒刑 中商是多少年 中商五到十二年 那中商的時代樣是 中商是五以上沒有限制的 所以這個很多版本 事實上就是 一個一計畫 收到底 就只是加重情形而已 那假如這個 這個 要這個 這個問題我們要勇敢面對 土安顧 偷了這麼久 你會也會鬧開 現在我們發生一個案例 大家 喔 馬上來開運事會 下一期 你會最優先嗎 這也可以討論的 即便如此 要更更 你可以說 修法的時候 把它修回說 從今年二月一號開始換的也可以 大家都可以 立法基礎中的來討論 對吧 有其的說 你現在當然 今天 超雅翔並沒有這個題目 有提出來 我們就一起來面對這個問題 都沒有關係 總來講的話 有關於理事會的問題 我們的立場很清楚就是說 過去 不管從 游錫坤 包括 憲陽錦 蘇恩昌 包括陳聰 張山等等 都是在修位 修位的時候 沒有特別去召開 召開 臨時會 都是 用開議以後 二月一號開議以後 哪一天 就是正式開議 來處理 修位的時候 召開臨時會 有兩種情形 大家 是不誤而回避的 第一個 總統發布緊急命令的時候 三天要早起 五天要決定 第二個 有關於行政院對於立委通過法案 會議案 的時候 當然有七天 五天 等待及七天 五天要結束 過去 財安法 副議案 佔立委員曾經處理過 那時候 尤其不能上台的時候 嘲笑也大 為了 為了財安法提出副議案 緊急遭遇臨時會 當然 還有 剩下就是我們立委員 為了 為了法案 為了預算 所遭遇臨時會 那臨時會遭遇 除了 四分之一以外 當然是 總統知情 總統知情的情形很少 那 過去當然有 阿扁的時候 總統知情 有關於那時候 金融風暴 有關於 金融無法 RTC的問題 那個 因為這一點很清楚嘛 金融風暴 那時候 金融無法 有行政提出來 那用總統知情的 也有是 執政黨自己 自己提案 所以 我個人認為看法 這個問題應該 大家 理性來討論 不要急性識的 然後 要不要人要不要說話就好 這個非常不好 尤其我 在這裡再度 嚴重總統 表示抗議 我們新列格當成立 第一天人家上班 你就說他不來 老司機上路 是不是 就是不願意到立法院報告 人家都沒有講過半句話 沒有人講過半句話 政治是這樣搞的嗎 不應該如此 這個 我們 有 好來 請做成 好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大家辛苦了啦 這一段 休會期間 我們還要為了 這個事情 來這邊做協商 那這一次 真的對於這個 耳孽事件 我們看到的新聞報道 真的 在此要表達我們的悲傷跟不捨 因為我自己也是身為母親的人 看到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沒有辦法用言語來形容 好 那過去我們黨團的委員 那過去我們黨團的委員也有提案 或者是連署相關加重刑者的法案 但是修法 是不是要在臨時會來處理 我們是持保留的態度 對於現在社會層出不窮的這些捏統的案件 除了修法以外 我是認為 我是認為要全面的來做檢討 特別是在社會安全網的加強 以及在額保社工人力以及預算都不足的情況之下 這些相關的問題 應該是要在正式的立法院會 會議之下來處理 會比較妥當做一個全面的檢討 那我們也簡單的分析了一下 為什麼現在這個虐童的因素會這麼嚴重 歷年以來缺乏親子教育的知識 佔了最大宗 大概有三到四成 那其次是情緒不穩定 那不穩定的時候 他就用體罰的方式 來做不當的管教 或者是親密關係失調 或者是經濟壓力 等等這些都會 都是因素之一 所以我覺得兒少保護 他不能夠只是說 著重在後端的補救方式 那個前端的風險預防 我覺得更是重要 當這些兒童的前端預防工作 把它做好 那在事發前就能夠把這個 家庭的情感把它強化 把他們的支持和照顧功能做好 那就可以降低後端補救所付出的這個大量的社會成本 如果說輕乎前端的這個預防的重要性 而對兒少保護只有增加刑法上的嚴懲俊法 我認為我們要因應日益增加的這些兒童的虐待案件 甚至必須要耗費更多人力的這個部分 和資源以及時間來進行兒少的補助 輔導以及家庭的這些重組工作等等 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修法雖然是真的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真的是如何加強社會的安全網 把這個風險的工作 預防工作來把它做好 這是更加重要 那至於說我們的這個 這個施政報告 院長施政報告的問題 剛剛我們這個柯總召也談到了 過去的這些新任隔魁 蘇院長以及陳聰院長跟這個張善政院長 他們也都是 我查了查了一下過去 也都是因為跟開議日期相近 而延後報告的慣例 雖然我們的職權行司法 是有在兩週以內讓新任隔魁來立案報告 但是剛剛 誠如我們柯總召所說的 這個都是依照以往的慣例來做的 所以我們黨團是認為說 是不是要依照慣例 經過黨團來協商以後 來配合立法院的開議日 再請蘇院長來報告 這個跟大家報告 謝謝 來請曾委員 院長各位同仁 今天的有關協商的內容有兩個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蘇院長他就任之後 要不要在兩週內來立法院做施政報告 那依照立法院執行職權行司法第16條有這樣的規定 但是因為整個情況 因為即將現在假設就請他來 那我要問一個問題 那是不是過去有這個慣例 施政報告之後 那要不要進行總質詢 那總質詢 遇到過去的時間排程 大概要一個月 甚至到六個禮拜 那不可能在 在過年前完成 市政報幾種質詢 所以我請教這個問題 這第一個 第二個有關黃智內代偶統的部分 國民黨團已經有提出很多的修正案 包括王毅民提出刑法的相關修正草案 蔣乃欣也有提修正草案 還有吳智陽委員也有提 那有關俄哨法的部分 包括惠宏泰委員跟林維州委員 都有提出相關的版本 那假設要加重其刑 不管是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大方向基本上 國民黨團是贊成 但是現在的 今天寫上的重點不是內容 是說要不要召開 召開臨時會來討論 這個修正草案的內容 那這部分再看看大家 黨團其他黨團意見 謝謝 好 好來請徐岳委員再請周承委 我先回一下 因為柯總召有針對我的部分來 那我大概就是做幾個說明 第二個十六條第三款 他講的是新任行政院長 我們第一款講行政院應於二月一日 第二款講行政院應於每年九月一日 他並沒有去處理 如果這個新任院長來 那他當然當時立法一定考量到說 那如果修會的時候怎麼辦 他當然 所以這個新任行政院長第三款講得非常清楚 他不是在講行政院長 他講新任 而我們目前處理的情況也是新任 第二個 我其實前面的回應 是回應柯總召在金周刊1月11日的報導 那當然柯總召可以說這是假的 他沒有講 不過當時金周刊是這樣講 柯總召日前在黨團內部沙盤推延 表達洛欣格魁14日就職 依法要在29日前完成 不過民黨黨目前評估 選舉太近 農曆聯 選區經營 希望在2月開以後再併存 這個可能不一定是柯總召講的 我們是根據這個新聞會覺得說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太久了 那我還是要再提一下 我們不是沒有開過臨時會 我們才剛結束一個臨時會 那過年年假 之前還有一段時間 絕對是夠開一個臨時會來解決 我目前關心的女兒跟兒少的議題 那媒體也都在關心 今天 四大報大概三大報頭條是這個議題 我們也都在這裡 我相信委員們是樂於開會 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們也會希望說 開第二次臨時會 同時也可以請蘇院長來報告 剛才 我們曾委員關心的 就是說 是不是要按總質詢的形式 我覺得這可以協商 是不是有政黨代表 院長做報告 政黨做代表來做尋答 那我相信一天就可以解決 那接下來 的時間來處理 這個兒少跟女兒的事情 我們也同意 可能不只是行度的問題 周遭的這個配套 行政部門的報告 那我相信這禮拜也可以結束 我相信在年假之前一定可以有個完美的結果 請回一下 等一下 周成輝 再 靜州安報導沒有人訪問過 我先跟你講 我講話 絕對是出責 那就這樣子 那個周成載 黃委員 然後再政委員 因為這個額內的問題 在2017年以來 是創下的新高 越來越多 那因為這一次 我們主要是協商 就是額內的問題 跟新任隔魁報告的問題 那不管我們這個臨時會 有沒有開 如果沒有開 最起碼 我要求他要來做一個莊奧報告 或者是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對額內這個部分 特別要側重一點 來 請換位 在臨時會的召集上面 因為他要求 必須要有四分之一以上 立法委員連署的提案 那我們必須要很誠實的說 我們沒有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單獨提案 那這也是為什麼之前我曾經對外說明 說我希望院長能夠發揮院長的高度 我們幾個黨團來協商 因為我相信這個問題跟藍綠沒有關係 跟意識形態也沒有關係 跟保護我們的小孩跟下一代 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很認同剛剛周城委員所講的 就是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相關法律的修正 只是其中一個環節 有一個很大的部分 是有關於社會安全網的建構 那這也是為什麼在2016年5月20號 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對於強化社會安全網 她所做的宣示 以及她的強調 蔡總統當初說 新政府必須要承擔的事情 就是強化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這些年 幾件關於兒少安全 隨機殺人的事件 讓整個社會震驚 但是一個政府不能永遠在震驚中 他必須要有同理心 除了同理心以外 政府更應該提出解決的方法 全力防止悲劇一再發生 從治安、教育、心理健康、社會工作等面向 積極把破洞補起來 新政府會用最嚴肅的態度跟行動來面對 我剛剛所講的內容 不是蔡總統最近針對這些悲劇 發表的談話 是2016年5月20號 就職演說的內容 那當然 發生這樣的悲劇 不是任何一個個人 或者是一個部門 的責任 大家必須要共同來面對 共同來承擔 特別是我們必須要很嚴肅的去思考 從2016年5月20號到現在 已經經過了兩年多了 我們的社會安全網到底出現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也正是 那法律法委員也可以跟行政府們反應 藉由質詢公開討論的方式去檢視這些工作有哪些真的必須要在補強的 第二個部分是處理有關於法律提案的部分 因為我大概檢視了一下 這個仓促 或不是在什麼樣衝動的情況之下 突然把這個法律案提出來 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說 這個法律案大家陸陸續續都有提 那只是從來就沒有被排審過 從來就沒有被排審過 那如果說我們利用這次的機會 能夠讓這些案子能夠排審 那大家就針對各自提出來的法律案的內容 大家可以討論交換意見 然後能夠順利的完成了這個法律的工作的話 等於是說我們展現出來一個態度 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立法委員在這段時間當中 我們不是羞賄就不處理任何事情 當面對社會這麼大的悲傷的時候 我們一方面我們不希望人民採用所謂的司法爭議 我們都不鼓勵用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在另外一個層面上面 你必須要讓這個社會感受到說政府部門有動起來 行政部門是這個樣子 他可以到國會裡面來報告 說了兩年多的社會安全網 我們還有哪些地方要加強 不管是從社工他們所現在面臨的狀況 人夠不夠 如果人不夠是不是預算給的不夠多 他們是不是過勞 那在整個受虐通報機制上面 因為有不少委員其實是跨黨派的委員 都有去提在通報機制上面要強化 那過去通報出了問題 那癥結點在什麼 也就是說 把這些事情能夠化為一些比較具體的行動 我們冷靜下來想 對立法院 他所要承擔的成本 其實並不高 下個禮拜 我們開始開會 然後在年前 把這些工作 然後能夠告一個段落 然後給社會大眾 特別是天下非常多的父母 一個正面積極的回應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健康 也是立法部門 能夠讓社會知道說 我們真的是非常的重視這個問題 要去反應這個問題的 那當然我必須要說 這個是我們主觀上面的期待跟訴求 客觀上面能不能夠發聲 還是要看其他各個黨團 大家不一樣表示出來的看法跟意見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說 在這一種不牽涉到黨派 不牽涉到顏色 不牽涉到任何意識形態的問題上面 那各個黨團 大家能夠有一個共識 那把這件事情能夠做出來的話 我相信啦 對於導政 現在在社會上面很強烈的 就是大家 想要透過私利救濟的方式 來去解決 面對去紓解這些悲傷跟憤怒 相對而言都是一個比較好的處理方式 那真的成本並不高 因為我們現在並沒有說 這段時間當中立法部門很忙 然後一定要去處理什麼樣其他的事情 就是請各個委員稍微麻煩一點 那回來立法院 在農曆年前 大家開個會 讓行政部門有機會說明 那我們也有機會 能夠質詢 那同時法案 也可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剛才柯總召有分析了 這18年來 大概 歷任行政院長在更換的時候的太陽 主要有三種 剛才柯總召有講過了 第一個是在會期中的 第二個是 新任總統剛 剛宣布行政院長所新上任的 那他大概就會落在五月跟九月的狀況 那其他幾樣有五個案例 就是游錫坤院長 謝長廷院長 蘇貞昌院長 陳聰院長 張善政院長的 就是落在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休會期間 或者是農曆年前 那就會發生說 他在第一次的施政報告的時候 是兩週以上 大概就等到 第一次的下一個會期開議的時候 立即來排施政報告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上 我們做施政報告 我們要面對到的一個狀況就是說 他可能在兩週內來施政報告 那也是蘇貞昌院長 新上任的第一次報告 他在多過了兩週以後 譬如說在一月底或二月初 就來做臨時會的施政報告 一月底臨時會的 他過了兩週 二月十幾號或二月二十號之前 他再來做第二次的施政報告 那他幾乎是一模一樣 他變動不大 所以要做一樣兩次的事情 那對於整體的 大家在行政資源上面來說 或在議事運作上面來說 有沒有這個必要 做兩次相同的事情 尋達兩次相同的過程 這是我們必須要去考慮的 那因為過去的慣例的確是有 那現在的法律 法令大家也提出來 所以這個是今天必須要協商的部分 如果大家認為說可以依照過去的慣例 五任的院長在這個時間點上的交接 都是可以在兩週以外的 那大家應該可以接受說在二月 然後儘快排開議 新的會期開始之後 儘速安排施政報告 那施政總之權大概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是關於我們兒少的保護 那其實剛才幾位委員都有講了 我們現在就分兩個層次 第一個是社會安全網的建制 第二個是說那他們這些犯罪的人 如何得到社會認為應該有的處分 那應該有的處分他會落到的是判決 那因為現在不是判決在即的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修法的話 當然可以滿足到社會的期待 可是我們當然知道 最近的這幾個案子 不是過年前後就要判決了 所以現在的修法 我們剛才柯董照有講 我們也可以把它回溯到發生日 不然的話會重新重慶 那所以如果是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回過頭來看社會安全網的問題 那他有可能最近案例會比較多 新聞媒體關注 那有可能也是因為1月3的通報專線 或者媒體有關注 所以隔壁才知道說 現在小孩在合 你要去通報 那現在各地方的政府也有首長反映說 不能夠一直因為媒體的風頭上 所以就要馬上處理一個專責單位 我馬上去做什麼處理 我們現在其實要去關注的 從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在於這些虐童事件 虐童事件裡面 社會安全網行政部門從中央那地方應該要怎麼做 那我相信今天我們各位委員 那跟在現場直播的狀況 大家應該了解到說 立法院跟立法委員其實長期以來就有關心 我剛看了一下這個刑法的修正案 其實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它從我們第九屆開始 共有16個 那我這16個案子裡面行政院其實已經有提案了 那民進黨團有五個提案 國民黨團有七個提案 時代力量黨團有一個提案 親民黨團有兩個提案 加起來就16個 那另外還有14個的是兒少法的修正案 其實都很多 最早提出來其實就是 國民黨的兩位委員 他們在第九屆的第一會期就有提出來了 那不外幾個東西了 第一個是提高年齡 把本來的16歲變成18歲 那第二個部分是加重刑責 第三個是問如果有盈利的話 加重罰金 大概這三項 那過去為什麼到現在我們這一屆 已經兩年多快三年了 沒有去討論 我相信包含社團 包含行政部門 包含各個委員 都有考慮到說 你 是法性的問題跟個案的問題 他是不是說這些家長他們以前 可能你到法院審理的時候 發現說他們自己本身就是受虐兒 所以他對這種 他對這種家庭的觀念 或對於幼兒照顧 他跟外界認知的可能有落差 所以為什麼這三年來 大家一開第一會期就有提案 大家到現在還沒有去實質審理 是他有原因的 我也希望說 不管是臨時會也好 或者說下會期也好 提到最優先的 甚至競附二讀 但是我們一定要去思考 就是說不是倉促立法 或媒體立法 而是讓它有效 而且很符合說在各種案例上面 可以適合法院會判得下去 不然的話我們修得再重 法院判不下去 其實這套交代 其實無助於這些案件 以後的遏制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說 行政部門的中央跟地方 把社會安全網建置起來 大家要比較假報的去通報 家來的人不會去報 假批要到報 第二個部分說這些修法是有效的 那我想這個部分才是重點 但是時效上面來說 我認為 不是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之內 完成就可以怎麼樣的 因為現在不是立即要 把這些新的個案做判決的時候 所以這一點提供大家考量 以上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請柯委員再 吳委員再 周成委員 盡量長話短說 好 剛才這門委員講得很清楚 事實上 現在不是說馬上判決的時候 剛好 又發生了 我認為立法委員 大家都有責任 這個有關於 這個 行法這部分有16個法案 而造法有14個法案 有的乃至於是第一會期就提出來 有關於行法286還是 實在是最後一個提出來 是在上個月才提出來 好 我想大家 大家 要面對一個問題 有時候事件的時候都一火烘了 好像現在不處理 我們虧對國人一樣 我們要很認真地來面對這個問題 現在酒駕 每一個人家中一直家中期間 新聞風都不見了 法都不修了 都沒記了 這件法 已經在立法院第一會期的時候 第一會期的時候 國民黨立委就提出來了 第一會期 好 那第一會期有關新法的修正是 陳明委員就提出來 行政版本在7年7月份就走進來 例如說 我們現在收 剛才 包包包裝委員 包包裝委員都講得很好 這個有關的整個社會案件體系 如果建構起來 這次不是一朝一夕 那今天收掉 你是不是開了就算了 就完全就沒事了 要冷靜來面對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 我認為大家應該可以好談 就是說 假如大家 這兩個並在一起 就是說 院長要不要來做報告 什麼時候要做報告 這可以用另外一個 我們什麼時候開議的時間 大家來斟酌 這邊早點來開會 所以可談 這個可談 我認為這個是可談的 好 所以應該 大家冷靜理性的面對 但最後我還是要 請請民委員 你 你這樣1月14號 就對蘇貞昌委員 蘇貞昌委員 院長 蘇貞昌老實際上任 就是不願意到立法院做報告 這應該表示牽異 因為沒想要這樣說 他沒有這個道理吧 然後 一竿子打翻所有人 這一點你 問真的良心應該展示出來 他都沒有講過半句話 我也沒有講過半句話 我都嚇傷了你 那天我還沒有碰過他 來 五位 有關殺害幼童或虐死 因為我一直在司法法制委員會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就是這大概十幾個案子 其實第一個會期就是我跟徐正恩委員提的 就是那個時候是殺害幼童有加重 那到後來 我們後來再提的是虐待致死 那這中間審過兩次 然後也有開過一次的公聽會 那為什麼我們後來就沒有辦法審下去 其實有尋答啦 不是說都沒有拿出來審 是審不下去 因為這個法務部跟司法院非常堅持 所以說他們現在的各個刑法的 這個刑度都已經考慮過了 不必我們這些委員的這種 加加減減他們認為不必 他們很堅持的這樣子的角度 所以當時主持的就說 就另定期審查 這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那時候為什麼發生 當然是發生一些案件 當然最近發生案件我們也很遺憾 但當時有發生更可怕 像小燈泡那種的 那個時候是 那時候群情激憤的狀況 恐怕比現在更嚴重 那時候為什麼突然那麼多人要提案 但是司法院跟法務部還是那個態度 還是那個態度 所以我也是很 我是蠻質疑的 所以你現在叫他來報告他會改變嗎 有可能嗎 還是說我們不管了 我們立法院我們立法委員自己講好 我們就給他過去 這也是一種方法 那今天其實原來開會通知是這個施政報告 那當然這個實在一樣講這個 這個虐待兒童或殺害兒童 這個也很重要 但是這個我感覺它是一個專案報告 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討論說 如果真的要報告開林事會報告的話 是比較適合就這個專案做報告 還是做施政報告 這個可能要先講清楚 要先講清楚 因為你用施政報告的話 這個會有這個職權行事法第一款 跟第三款進合的問題 當然你可以從從從第三條 第三款來講 但是以實務操作的問題來講 那當然我們看最後怎麼決定 我們也覺得說也都可以 只是說這樣子順不順暢 如果時間有限的話 然後一定要開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專案這個比較急迫 比較有急迫性 比施政報告的急迫性 因為你可能現在要人家施政報告 可能也是focus在這個案子上面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是不是 比較大家比較討論會比較有焦點 因為這個是我們覺得想要政府給一個 一個答案或一個方向的 是 好來 周承偉 謝謝 謝謝 那不管我們臨時會開不開 那不管我們臨時會開不開 我想這個剛剛我們政委員 也講了一螺框的這個我們的提案 那是不是把這些兒哨哨的這個相關法案 通通把它列入最為優先的法案 來審理 這真的要趕緊 因為你看現在現在 差不多有6萬的孩子 受到這個兒哨保護的通案 通案這個案件有將近6萬個 那有4千多個是受虐兒獵館 在家裡的受虐兒 這是很多 為什麼現在的人都在冷淡 怎麼以前的那一種熱忱的心都到哪裡去了 都不要做嫁薄的人 為什麼 所以這個跟我們政府的作為 其實有很大的因果關係 大家要好好熟客 你看17歲他就生小孩了 生小孩不在一起 這是為什麼家庭因素是怎麼來的 這牽扯到很多的原因 所以我在這裡我也要請我們的行政部門 要真的這個社會安全網 一定要做得好使 這些預防工作也是一樣 預防中餘治療 你這個有方的工作不做 你說後面還要給他 還要給他打死形 打武器道形 這個也都是浪費我們的社會資源 好 黃委員 再 中文 那個 我先跟吳智陽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 吳委員剛剛講的那個歷程是沒有錯 那不過一個關鍵的事情 是說我們的行政院 因為他們事實上去年9月的時候 針對286條 有致重傷跟致死 他們有提出他們的修法的條文出來 對 對 我跟您說明一下嘛 所以剛剛務委員有在擔心說 那司法院跟行政院這邊 會不會還是鐵板一塊 態度會不會有所改變 那以我看到他們所提出來的法案 應該是一定會有所改變 要不然他沒辦法解釋說他自己為什麼會去提 這個修法條文出來 那第二個部分是說 行政院版他現在提出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說 對於兒少有保護義務 同時也置於他實力支配之下一定的人 犯這些罪的時候 跟一般人犯這些罪 他們有區別對待 那沒有區別對待是 我那個時候在看行政院的版本的時候 最大的錯誤 因為你如果對於兒童有特別保護義務 也是在你實力支配之下 從風險從死害 那都應該要做特別的處罰規定 這個也是德國刑法內容的規範 那不過這個如果我們真的有開會的話 再就法案的內容去進一步細緻的討論 沒有必要在這邊詳述 我只是先回答一下吳委員 就是說他對於這件事情的擔憂 那第二個是我也可以了解 就是說 不要倉促立法的這一個想法 我個人也贊成 但是我在說明的事情是說 陳如剛剛很多委員都講了 有很多提案 其實之前早就提了 之前早就提了 我剛剛第一輪發言的時候 我說過 我相信這些委員 他們之前陸陸續續提案的時候 都不是為了要因應什麼緊急的事件 而急就髒的去提 每一個委員當然提的法案的內容 多多少少有差異 但是都是經過他們在那個時候考慮以後 所提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比較難回答的一個問題是說 那如果已經有好久就提了 也提了這麼多 那怎麼都沒有排案審 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才說 那如果說 在二月我們大家過農曆年以前 那我們在二月之前 一月的這段時間 那如果能夠來開一個會 把這些事情 讓行政部門也有機會說明 社會安全網做到什麼地方 然後哪裡還需要再加強 立法部門可以怎麼協助 相關的法案也可以一起審議的話 我會覺得讓社會上面 現在大家不管是悲傷還是憤怒的情緒 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把它導到一個制度面上面改革 這個會比 這個會比 現在不管是透過媒體的工審 網路的工審 或者是甚至有人很憤怒 要去什麼做肉搜啊 去包圍哪裡 我會覺得 往正方向的制度上面的改革的導向 其實是一個比較正面 比較積極的做法 那也讓社會知道說 國會 事實上是在反應民意的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是有所回應 那第三個事情是說 我也要承認說 雖然有的時候 我們期待 過去有一些事情本來就該做 但是真的發生事情了以後 我們進一步去檢視 才會赫然發現說 我們之前講過 本來以為做的 實際上面卻沒有做 我講個最具體的例子 我星期一的時候 開記者會 主要是在處理的事 就有關於那些托英中心 那些托英中心 那不適任的托育人員 他們資訊的公開揭露的問題 那其實這個不是老問題 這個去年 去年的時候 俄福聯盟就已經開過記者會 要求要建制 要公告 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好 可是 我那天禮拜一 我本來沒機會問 我一有機會 我一問我才赫然發現說 新北市政府 當然不只包括新北市政府 因為我點名新北市政府 好像是我針對他 其他很多縣市政府 根本沒有做 所以我才要求衛福部說 那你們作為中央行政主管機關 那地方政府該做的事情沒有做 你們怎麼都沒有盯啊 放著他不做 結果那天記者會議開完沒有多久 當天下午 新北市政府就宣布 他馬上做 就是有的時候 你當然是 到一個時間點才赫然發現說 之前答應要做的都沒做 那等到一個時間 你等大家來檢視的時候 發現你沒有做 那你才趕快把它補起來 那從我的角度想 我覺得對很多新北市的父母的角度想 也是一樣 那最起碼有反應 人家馬上就說要做了 跟其他到目前為止 可能還麻痺不人的縣市政府 比起來來講相對而言是比較強 雖然我們還是很遺憾 說你之前答應要做 怎麼沒有早一點把它做出來 那所以我還是誠懇的希望 就是說我再強調一次就是說 我們人不夠啦 我也沒辦法正式的去提案 那就是沒有四分之一嘛 那如果說要叫我們自己去簽 我們就努力試試看 但是我自己也可以預期說 成功的機會不是很大 那在這邊再懇請其他的黨團 大家是不是可以再稍微考慮一下 那如果說真的都沒有辦法啦 就是這個事情沒有辦法做 或者大家覺得從各式各樣的考慮 覺得不適合做 真的沒有辦法 那只能再退而求其次 看有沒有辦法 想辦法早一點開義 等一下 曾委員 好 謝謝 基本上要防止內同事件的一再發生 除了剛剛提到了 強化社會安全網站之外 當然要求行政機關或各地方政府 不要落實執行之外 那假設要修法 那國民黨也贊成 那因為刑法就有16個版本 而造法就有29個版本 那假設說 是不是為了表示立法院對修 這相關刑法加重其行的重視 那是不是也可以 所以假設沒有開離職會 那能不能因為今天各黨團都在這裡 那我們能開議之後 各黨團同意 把這些修正的檔案 從委員會抽出來 敬物而讀 大家的黨團還有找 相關的部位來協商 那麼更快 我認為會比開離職會更快 因為到委員會去 每個黨團或者每個委員 意見很多 那假設能夠開議之後 把這些版本抽離 那各黨團 你各黨團有意見 拿來請院長大家協商 我認為速度會更快 那也重視朝野黨團重視這件問題 所以我的記憶建議是 假設沒有開離職會 那我們今天做個看看 我也請教各位黨團代表的意見 就把這些香港版本抽離 那請麻煩院長 好 來朝野協商 趕快讓他完全刪讀 謝謝 這個有名 我們就講一下 然後我們就來做一個處理 有很簡短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當然支持曾委員這樣這個提議 如果有共識的話 就讓他禁服而讀 不過我也提醒因為 如果是二月開議之後 會有長達一個月總質詢的時間 院會的進行可能就會比較 那第二個其實剛才 吳智陽委員也提到一點 如果擔心院長 依照這個直詢行事法 按這個法律兩個週內來報告 那會不會跟二月開議之後 會有衝突 那我是覺得是可以做一點折衷 就是說我們請他來做報告 然後針對 然後針對 虐兒耳哨 社會安全網的議題 為這個主要 比較像是一個專案報告的狀況 那我為什麼這樣提 因為這個 基本上這還是一個法律 對 像新任院長 他兩週內要做報告 那剛才當然有前面先進講到說 其他沒有 我還是要釐清一下 尤其因為院長接的時候 他是十天之後剛好除夕 然後這個 謝唐寧接的時候是剛好七天之後除夕 那蘇貞昌剛好是三天之後除夕 蘇院長第一次接的時候 所以他沒辦法兩個禮拜內來報告 主要是因為中間有個年假 我們現在兩個禮拜內是沒有這個問題 年假是在兩個禮拜 除夕在兩個禮拜之後 所以我還是要講說 如果真的沒辦法按照這個法律規定 兩個禮拜內來報告 那我真的在這邊要跟 這個台灣民眾說一些道歉 就是立法院沒辦法遵守法律 這個是非常明文具體的規定 不過我這邊還是提一個折衷 就像剛才吳智陽委員講的 院長來做個專案報告 一個臨時會行事 那大家關心的議題 行政部門 剛才講到說禁服二毒 其實我們透過臨時會方式 在過年前就可以把它處理掉 一方面可以符合直選新司法 法律兩週內的規定 立法委員還是要守法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還是要做 那第二個又可以因應 目前社會的期待 其實我覺得剛才吳智陽委員提的是可行的 院長來做專案報告 那這時候也不會有總質詢的問題說 是不是所有人都要上去問 政黨做代表 那之後 不論是進入委員會的 或是禁服二毒來討論 我相信一個禮拜內都可以處理完 我們又可以符合 直選新司法第三款的規定 一方面又可以回應社會的期待 我還是要提 我們真的是法律 立法委員如果不守法 那難怪我們民眾會覺得說 警察就算來了 就算我們有這些刑法 他們還是拿著辣椒拿著棍棒去找這些人算帳 我覺得這是我們要警惕的 司法正義如果讓台灣社會覺得 才是比較可行的 那我們立法院不知道存在意義是什麼 好 那 最後一位就請客委員 我們都講過好幾輪了 針對這個 有沒有守法的問題 是適用法律上 才是第幾款的問題 不是立法院不守法的問題 那個書上面都有寫得很清楚 而且過去就如此 今天在討論這個案子 不是今天才發現的 過去 我剛才講的三個案子 看到休惠期的時候 就是 就是併在一起 那是適用法律的問題 好 是適用第一條 所以 並不是立法院不守法 不是今天才發現這個問題 好 那 今天轉來轉去 一下子說 要趕快來做私人報告 現在似乎要轉到來做專案報告 我不知道 好 我們今天在那談什麼 是要來 來私人報告去專案報告 現在好像變成專案報告最重要 那要有私人報告有專案報告 好 要委員會審查 那個是 那個要怎麼安排 大家想一想 好 又有委員會 又有私人報告 又有專案報告 讓我們這樣 在短期間 要如何去處理這些問題 法律安排 不是這樣 長途就可以處理完畢了 事實上 過去為什麼 沒有處理 在 在行為286的時候 後來 行政院有會 有事萬人 全部送進來 在今年7月份送進來 也就是說 他的行動 行動調整上面 然後 武器組營到四年 然後 重傷是五年到十二年 這些都是非國事法院 所以過去那些卡牌問題 全部是解決的 所以 於是乎 在上個委會局 最後的時候 很多委員跟人提案 都是抄 抄最後 這個 法務部的刑法 286 因為法律案 要有什麼通過 我們實際上 也從此經過一個 社會案件體系 這個社會案件體系的經過 在 我們這一屆 在外案委員會 問的 差不多都問得很清楚 好 那當然 未來要如何加強 法律案如何修正 這兩個法 包括俄哨法 和刑法 整個來如何修 六月才會 優先法案 當然我們同意 好 那大家想一想 下一期 假如說二月開議的時候 總之一的時間 兩月時間差不多一個半月而已 接下來就馬上處理法案 那這中間經過 也不一定經過 中共委員會 大家就好好討論 只要一開議的時候 然後 接著委員會就開議 要開始 委員 這兩個不同的委員會 好好去討論 然後 再 總之一結束的時候 馬上來刪除通過 我想這個 這個也不會說 然後 這實際上的安排 也差不多是如此 不一定 要說要進入問答 好 實際上的安排 本來就是這樣 你總之一結束以後 才有法案 然後法案我們馬上 把他接下去 第一個通過法案 就是 最優先法案 我想 今天應該談的就是說 我想 今天大家談的 也滿理性的 應該去將一個最後的結論 沒有 以前開議也沒關係 好 我來 這樣子 我們 這個會期 到 1月 10號結束 那 10號結束之後 有 據我所知 各黨團 大概在10號到月底 大概有 好幾十位都在國外 如果我們 現在 突然之間 要召開臨時會 要他們趕回來 這個也非常奇怪 各黨團各自 先想一下 因為 因為 據我所知 從我們內部的資料 大概有 好幾十位 現在都在國外 在 20號左右都會在國外 那麼 我們1月10號 休會 2月1號去報到 其實只有20天的 立委的休息時間 當然 大家可以講 2月初 有放假 但畢竟那是會期開始 所以 這一點也請大家 做一個思考 那麼 剛才 國產委員也特別提到 我們的臨時會 是要四分之一以上的連署 不然就 總統 知情 立法院召開臨時會 就有這兩個途徑 那 以前總統知情 的案率非常少 所以大概都是四分之一的連署 如果有四分之一的連署 那我們就依四分之一連署的結論來辦理 召開臨時會 這一點 就跟各黨同報告 我看今天 說大家要共識 就是召開臨時會 應該會有困難 那麼 我覺得國產委員又提到第二點 如果大家覺得召開臨時有困難 提早 召開 下會期的會議 這一點我們支持 我覺得這一個方向來處理 不是啊 不是啊 沒有啦 大家 馬科委員也有講啦 曾委員也有講啦 好像是 我們不要在這小細 我是說 大家都有建議提前來 大家都有建議提前來召開這個 這個 下會期的會議 那下會期的會議 我看了一下時間 大概 如果2月15號 他是榮麗的初十一 2月19號是 啊 榮麗的十五 岩小姐 啊 2月22號是 18 2月26是22 那 22號 啊 因為 深入西亞獨立40週年 那 特別 請總統去參加他們的 獨立40週年的紀念 那 文理又特別提到 如果總統不能去 不能去 能不能請 還指明喔 說請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去 所以總統齁 就 派我當特使齁 去參加 但這 我覺得 22號我們就 因為 19號我還在台灣齁 所以這個可以召開 所以我們就兩個時間來選擇 就是15跟19啦 如果大家不介意 元宵水之前 我們就召開 第二 下個會級的會議 大家要快嘛 齁 那看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好來 好來 沒有啦 剛剛院長講齁 就是規則 講得很清楚 就是要四分之一連署 才有開臨時會的問題 那 我有跟院長報告 我不是要為難院長 院長才知道我們的處境 我們只有五人 不可能到四分之一 所以我們就提前啦 好不好 所以我才 才拜託院長 那 如果大家有不一樣的看法 我們也沒有辦法 那 剛剛院長講是15或者是19號 那為什麼12號不可能呢 12號是初八 初八大家都開工啦 沒關係啊 看大家的意見啦 我都沒有意見啦 因為立法院 應該 台灣百工百業 大家都開始上班啦 對 我們11號就全部上班了啦 對啊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12號 看大家的意見 12號就開議啊 因為12號是禮拜二 15號是禮拜五 五二一次會啦 所以我是比較喜歡 禮拜五 五二一次會 還是說 給議事人員他們 說明一下說 禮拜二 開會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但是 就第一次的會 就單獨一個會啦 也可以啦 這個人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在 在那個 二零 二零 前面 中間間隔的時間 如果是在 在冬天的話 大概過去兩次的間隔 大概都是二十幾天啦 沒有超過三十天的啦 因為過去我們 冬天的時候 其實 因為要處理各式各樣的議案嘛 所以臨時會都開得蠻長的啦 這一次我們處理預算 相對臨時會開的時間是比較短啦 所以如果真的臨時會開不起來的話 那我們 如果現在討論的議案是 下個會期開議的時間的話 我們是比較希望 十二號 十二號 就可以開議了 那大家意見怎麼樣 十二十五啦 你們選擇一天啦 來 結局 什麼時候開議 來 我們把歷屆的開議時間 我來說明一下 那個 105年是2月19啦 那 再來是 2月17 2月17啦 那那個 還有 來 給我來 晚近三年了 我來 我來 第九屆的開議日 在 第一會期 大概 有 2月19 2月17 2月27 我們 第五會期是 2月27 因為我們開到 31號啊 你忘了 所以 2月27 所以 3次是 這個樣子啦 那 第七會期 現在就是第七會期嘛 那過去 第八屆 有 24 18 26 17 21 還有 24 大概都 繞在 20 左右啦 大概平均20 上下啦 那要 12 15 我個人是沒有意見 只要大家 黨團 能夠確定 啊 有共識 我們就朝那一天來規劃嘛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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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看起來大概有一個軌跡嘛 那 17 19 20幾都有 好 要快的話 應該是 假如說禮拜五的話 15號啦 15 15號 好 現在有三個日子嘛 12 15 就是 差不多這樣 我認為上15號也 也應該是 算 算 15號 開議是 有史以來從第二屆到第九屆是最快的啦 這最 最快 算是 有史以來最早的 15號就最早了 我看了一下喔 從來沒有15號開議 以前開議的 是最早的 是最早的 是有史以來從第二屆喔 我是第二屆第三屆喔 第二屆開始到現在 都沒有 15號以前開議啦 院長 我是22 但是 副院長可以 可以可以主持 沒有問題 因為 15 比較佩合啦 我是比較愛15佩合啦 因為我們還是不希望說一開議院長就 對啦 所以 還是開議過一段時間以後 對啦 不要 沒有 副院長再帶 我想這樣會比較好啦 所以 我想國昌剛才講 12號其實大家可以考量一下 而且 呼應嘛 這個大家也覺得說 欸你發現真的有動起來 覺得早一點開議 我覺得 1215其實差不了幾天 看大家的意見嘛 來 12號 因為恐怕 很多人沒有疫情 12號 開議喔 很多同仁他可能機票已經定啦 他不一定疫情12號 所以假設15號 我們沒有意見啦 15號 那個 親民黨呢 差三天而已 尊重各黨團的意見 來你這樣子就 尊重各 你要表示一下你尊重 15OK啦 15OK啦 好啦國昌我們就15號啦 好不好 15已經已經最早了 15號是有史以來最早的 好來來來 如果可能啦 我還是希望12號開啦 你不能就單看那個時間 我的意思是都也過完年了 大家也放完假了 台灣百工百業大家都在上班了 那第二個 以間隔的時間來講 你不能只看是2月幾號 以間隔的時間來講 我們去年是間隔28天 前年是間隔29天 從來沒有間隔超過30天 我們這一次臨時會結束的時間到下 10號 10號到下一次 那個就超 就30幾 就30幾天 32 12號就32 對啦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可能 因為 我們第一天 正式開議的話 第一天是不是 就是 院長會來報告 就是第一天 然後各個黨團 大家排的 就開始 進行總諮詢了 對啊 因為你其實 以一天院會的時間來講 從立法院的角度 對 是很珍貴的 時間 因為院長已經來報告了 大家也可以開始諮詢 就感覺起來 是整個立法院 已經開始動了 來 怎麼樣 10號怎麼樣 那天不需要做好運動 我那天當天就全部要到 第一天要簽到 你不簽到就會 沒有辦法成會 我查黑 我想15號應該是 但是既然 啊 既然有三個黨 很接近了 我們就 不要超過15號 只有15 12 15號禮拜五 我是建議 我是建議15號 因為12號 跟 不是說12號 我們大家都還沒上班 是上班以後 各個辦公室 還有各個黨團 自己可能 這個第一個會 這個這個 剛開議 大家可能都還要有 黨團大會 或之類的 所以我是覺得 15號 是比較中間的啦 是比較 比較 可以接受 大家都比較 能接受的一個日期 沒有 來 雖然其實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我是擔心 這個黨團的 這個運作上面 你們 你們黨比較好幾個人 比較好處理啦 那我想 民進黨團應該是最難處理的 我們當然希望說 如同剛剛 時代電話講的 越早 越好 但就這樣說 那我們 基本上 過去 歷年來 假設15號開議 已經是最早了 對不對 對 那我意思是說 假設大部分的黨 還是這樣建議啦 所以我是覺得 15號會是比較合適 而且已經歷年來 最早的日期 謝謝 民國幾年 我這邊的 你講的是9月 9月6號 你看錯了 9月6號 那是 那是9月6號 那不一樣 那是第三屆啦 我們現在是講2月份 不是9月份 其實是12號 9月6號 9月正真 9月 那個9月份還有9月5號的啦 對啦 9月當然有快 那 因為9月的放假期間比較長 9月是5月底就結束嘛 9月1號開議 中間有3個多月 所以時間是不一樣的 市長 市長你去裁 15號 15號沒有啦 15號 因為11號上班嘛 12號你就 開始喔 要開始臨時會 要開始大會喔 那 真的會 大亂啦 你1號 你11號才 開始上班 然後 而且11號才報導 我們報導有兩天 2月1號跟11號兩天報導 那你11號報到12號就開議了 這個時間上的確是 就是我們內部的準備喔 也會有一些問題啦 國三委 因為這個事情喔 沒有什麼 絕對的處理機制啦 所謂沒有絕對的處理機制是說 我雖然已經兩輪發言 我希望12號嘛 其他三個黨團都認為15號 那也沒辦法啊 只能尊重啊 那要不然我們能怎麼樣呢 謝謝謝謝 對啊 好啦謝謝啦 我們就15號啦 因為如果大家有共識 就不必開 談話會什麼 這一大堆的 我們就是15號開議這樣子啦 那 那好不好 好啦 就15號啦 好啦 這樣就簽簽15號 然後就直接 就直接開議了 就沒有所謂 再召集 如果你在召集談話會 然後再開院會 那很麻煩啦 那我已經簽簽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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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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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